这一节课我们再来讲一个简单的花架的制作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CAD已经是整理好之后的 CAD的整理在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CAD进行直接的写块 我们先对平面进行写块 W 空格 选取对象 再点空格 寻找路径 花架 我们可以直接写平面 名字的命名根据个人的习惯 再来写 例面 选取路径 例面一 例面二 对CAD进行的写块之后 我们将整理好的CAD导入我们的MAX软件 在这里我们打开我们的MAX软件 在导入之前我们会对CMAX进行一个设置 在这里我们会将捕捉改到2.5为捕捉 将角度转换到我们平时常用的根据个人的习惯 可以设置30度45度90度都可以 然后我们对单位进行一个统一 然后我们对单位进行一个统一 首先我们来导入平面 找到路径 画架 平面 CAD导入之后 选中所有对其成组 成完组之后 移动 将它的中心归到我们MAX的中心点 鼠标右键 直接按T按Z最大化显示就可以了 然后对它创建一个层 改名平面 可以对其进行添加 冻结 有了之后 我们再来导入我们的例面 我们可以导入例面1 选中导入的CAD进行乘主 乘主之后 同样的将中心点归0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平面的长度要比例面稍微短一些 在这里是因为 立面是通过把弧形的平面 展成了直线来画的 所以立面要相对长一些 在这里 我们的平面 会作为一个辅助 我们会根据立面来建模 然后我们将立面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来旋转一下 旋转的时候 我们之前说过一定是要在 走向上进行旋转 前视图里面 让他们的水平线 在同一位置上 然后放好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里面1 为它点心添加 动静 跟着我们再来导入我们的最后一张 里面 里面2 选中 乘主 中心 归0 它是侧里面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侧面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一下旋转 也让它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再旋转一次 在侧里面上 让他们的水平线 保持在同一平面上 位置摆好之后 我们也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创建一个层 里面2 将它添加进来 进行冻结 然后我们将空层进行删除 这样我们的CAD的导入 就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模了 CAD 在Max里面摆对好位置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建模 在建模的时候 我们切记一定要这样 勾 打在0的图层上 然后再开始建模 首先 我们来建柱子 我们只要建好一根柱子之后 其余的都可以对其进行复制 在这里 我们先来建柱子的下面的这个基座 在创建里面选择图形 选择矩形 创建好之后 我们在侧里面上来对一下位置 也可以来量一下它的一个厚度 我们可以用皮齐工具量一下 开启捕捉 390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 390的一个起初 起初之后我们选择它 在移动的时候 切记一定要按空格键 把锁给锁定 锁定我们的轴 这样 我们在X轴上拉动的时候 它才不会在Z轴上有所偏移 我们将位置摆好 摆好之后 我们换前视图来看一看 F3实体显示 摆好之后 我们再来建上面的 这个像盖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键法在上一刻 我们学习停止的制作的时候 已经有做过了 同样的 我们现在再来做一次 选择图形 用线来勾去剖面 画好一段线段之后 我们要为其添加一个弧形 在这里 我们可以将 开始新图形的勾取消掉 直接画 画好之后 它们可以成为一个物体 画好之后 别忘记 将它们为闭合的点 进行一次焊接 选重量 更点 鼠标右键 或是下拉菜单 都有焊接 点一下 这边也点一下 焊接好之后 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封闭的图形了 然后 我们再来画 这个盖子的平面 现在盖子的平面 我们大概在侧里面上 能看到它的一个宽度 前里面上也能看到它的宽度 它应该是一个以正方形的平面 所以现在我们来测量一下 四百五 这里面是四百五 在侧里面上再来测回一下 也是四百五 说明它是 以四百五乘四百五的一个平面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理事图上 绘制一个四百五乘四百五的 矩形 在这里我们可以输入数据 四百五 乘以四百五十 处理好之后 我们可以 对其进行扫描 好 当时我们说过的 在修改面板里面 可以在下栏菜单里面 选中 Sweep 扫描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配置一下它的按钮 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都把它放在这边 Sweep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找到了 我们将它放过来 点OK 就直接可以了 现在我们将它选中 选中之后 用它 来添加一个 Sweep的扫描 选择我们的自定义图形 来释取我们刚刚画过的剖面 画好剖面之后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该有的导角 是往外的 现在是向内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 它下面的一些参数 镜向XZ轴的底下 我们可以打勾 让它翻转过来 然后大小 不一一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九宫格 当时我们说过 可以调整大小 调整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已经和我们的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将光滑组进行取消 取消 取消之后 我们来把位置摆对好 选中这个物体 点空格 现在我们是在Y轴上 让它们捕捉到一起 然后切换到X轴 放到一起 放好之后 我们在侧里面上 来把位置对齐 现在在侧里面上 要把位置对齐 对齐之后 我们下面柱子 上面的这个小盖子 我们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上面之后 再上一个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同样的方法 再来绘制一次 再绘制一个 复兴 绘制好复兴之后 对点进行 罕接 看接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一下它的平面 我们现在可以测量一下它的平面 大小 200亿 那说明它是一个200亿 乘以200亿的一个平面 我们在底视图上 绘制一个矩形 选择图形 绘制一个矩形 可以将数据数为2121 绘制好了它的路径 也就是它的平面之后 我们可以 开始把它挪上来一点 对它进行一个sweep命令的添加 然后开始来选择我们的 谱面 使用自定义图形 来释取一下我们刚画过的 谱面 释取完了谱面之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 已经好了 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将它的位置 移动一下 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锁定 开启捕捉功能 将点对到原有的位置上 在前视图里面 位置对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侧里面 侧里面我们可以将它锁定到x桌上 往右 拿动 捕捉到0 好 现在位置也摆好了 下面的柱子基座 做好了之后 还剩下上面的这一个 比较简单的 长条形的柱子 在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用矩形来绘制 把这个位置 汇捕捉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 在侧里面上 来 测量一下它的一个 厚度 160 我们可以将它挤出160 输入160的数据 然后将它的位置移动在锁定之后 往X方向移动 捕捉点 仔细的看一下捕捉对了没 好 现在这样 我们一根柱子就已经做好了 柱子做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的颜色进行一些更改 在材质编辑器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按M 可以出现我们的材质编辑器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前面输一个 木质 或者木纹 的一个材质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的颜色进行一些更改 我们就来做一个木质的挖架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创建的柱子 对它颜色进行一个附加 它会统一变成这个颜色 可以再把颜色改浅一点 可以再把颜色改浅一点 调好材质之后 我们再来将它进行成组 我们说过 成组之后可以直接复制我们后面的柱子 在这里我们需要复制的时候做的是实列复制 也就是我们说的关联复制 因为每根柱子是一样的 如果到时候要修改 这样也比较方便 现在我们来锁定 锁定我们的X轴 然后 按住Shift 点对点的来复制 复制五根 我们先 选中关联复制 点OK 现在我们来看看 就已基本复制好了 第一排我们在侧定面上 再来复制我们后面的这一排 点空格 锁定 点对点 选中 复制 这样我们所有的柱子都已经复制好了 复制好了之后 我们来开始键 上面的贯穿的木条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用矩形来勾 开启捕捉功能 不到一个点 然后我们可以配合我们的鼠标中键滑动 缩小 或是配合我们键盘的I键进行位置的移动 捕捉到点之后 松开 我们在侧定面上来看看它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厚度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厚度有多少 80 对它进行一个80的挤出 挤好之后 我们将位置对齐我们的CAD 锁定 移动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锁定 F3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在后面还有一条 我们可以直接实列复制 安主Shift 点对点的复制 关联 实列复制 我们再切换到前示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的颜色更改为我们的木纹的 这个 处理完了前示图里面的这个木条 侧里面还有木条 我们同样来绘制一下 我们可以还是用矩形来绘制 绘制好之后 我们选中它 在前示图来找位置 再来看看它的厚度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厚度是多少 我们测量一下 厚度也是80 我们可以直接挤出一个80 挤好之后 我们将它的位置挪好 然后进行复制 我们先可以更改颜色 然后来进行复制 复制的时候 按住Shift 点对点 也是 关联复制 复制五个 现在我们可以实体切换来看一下 F3 实体切换 现在下面的架子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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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